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一个人影凭空显现 凯瑞甘正在焦急的呼叫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 刚刚击被心灵的他给突然出现的虫组打 措手不及 此时只能边打边吹 突然一只体型庞大的刺蛇冲了过来 好在凯瑞甘及时一枪将其解决 此时枪管中已经没有了弹样 更可怕的是不论他怎么呼叫都没有任何回应 突然他感觉到了大地的震动 全息眼镜扫描出了不远处的景象 自终密密麻麻的全是成熟 此时的他哪里还不明白自己已经被人类联军抛弃 心如死灰的凯瑞甘望向了天空 很快蜂拥而至的虫族就将他淹没 身为人类的凯瑞甘就去死去 而活下来的就是让人闻风丧的 刀锋女王 刀锋女王的出现让主宰看到了 虫群摆脱黑暗之神的希望 今决定了刀锋女王必须服从主宰和艾蒙 为了独群的未来 主宰义无反顾地攻入了神族母星艾尔 疯狂的虫族不计代价的冲向心灵执政官塔萨达尔 最终融合了圣唐武士和非暗圣唐力量的塔萨达尔被迫 和主宰同归于尽 主宰的羽诺让刀锋女王身上的第一道夹锁剥落 紧接着刀锋女王迅速接管了虫族的团治权 查尔欣赏 无数人类战舰已经攻入了这个可怕的地域 但他们深知净凭军队无法对抗无穷无尽的从族 为了救回爱人 吉姆雷诺找到了萨尔那家神器 在神器的威能之下 海瑞甘再度被净化成人类 黑暗之神艾蒙长久以来 作用于虫群的邪恶影响 也随之在海瑞甘的体内消失 但久别蓬蓬的两人还是没走到一起 帝国元首蒙斯克不顾一切地向他们发动了攻击 大战之后 海瑞甘得知蒙斯克竟然已经处死了吉姆雷诺 幽深的洞穴之中 陪伴海瑞甘的就只剩下一只跳虫 一个意外之人出现在他的面前 赫然是黑暗圣唐武士泽拉图 见到这七月的仇敌 海瑞甘直接上去就是一套连招 强大的攻击打的泽拉图都毫无招架之力 但明显泽拉图也并不是来和他战斗的 通过泽拉图的意识链接 海瑞甘看到了原始异虫的诞生之地 那里有最纯粹的黑暗能量 异虫在这颗星球上互相吞噬 而最终的胜利者就会获得净化 星球最深处 海瑞甘获取古老的力量 再次变成了刀锋女王 复仇之战开启 海瑞甘带领虫群杀向了帝国主心 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出现在他的眼前 竟然是本该死去的吉姆雷诺 刀锋女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然而就在此时上方的水晶塔轰然砸落 将海瑞甘狠狠压在下面 呼喊而出的刀锋女王怒不可恶 眼前的这个家伙竟然敢冒充自己的爱人 恐怖的幽龙吹勇而出 直接将对面的男人轰飞 感受到女王的愤怒 地下的巨虫也破头而出 对面的男人还来不及反抗 就给狠狠地砸了下来 八皇的海瑞甘狠狠地轰击着冒牌货 但下一秒敌人竟然变成了自己的模样 趁着他失神的一瞬间 一把灵灵之刃狠狠地刺进了刀锋女王的胸膛 海瑞甘忍住剧痛将其困住 背后的骨刺狠狠地扎进了对方的身体 敌人临死前留给了刀锋女王一个可怕的信息 黑暗之神埃盟已经重生 帝国的一处军事监狱内 钢铁大门如同只不一般被封开 刀锋女王终于再次见到了自己的爱人雷诺 虽然很痛心 但雷诺还是选择了帮助海瑞甘 红族大军最终攻入了帝国主星 蒙斯克企图用灵能干扰器消灭一重 但原始虫群根本不受影响 海瑞甘顺利地攻入了蒙斯克的宫殿 蒙斯克被其亲手通报 但此时黑暗之神的混合体军团已经开始大举入侵 人类神族和虫族史无前例地团结在一起 最终杀入了末日空间 而在这里海瑞甘得到了最后一位 萨尔那家的能量的冠主 最终成为了萨尔那家女神 天神光色之下 黑暗之神埃盟终于彻底陨落 两年之后 独自在酒馆喝闷酒的雷诺 再次见到了那个让她魂牵梦罩的爱人